奔回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了要求今年登堡啊 他们入一大海 入乘船呢 坐着船进入大海里去 大海里有一种危险 就是怕这个大风 狂风吹来 发生危险 所以经文说 假使黑风吹去船房 假使假定 假定是由这个怪风来吹它 所以这个假使也不是一定会有了 万一碰到 假使万一碰到 黑风 狂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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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风一吹啊, 恶天暗地。 这个怪风一吹来的时候, 日光都美了, 都是黑洞洞的。 是当时的那一种的自然界的情况啊, 都是变黑了,很可怕的情况。 风并没有颜色, 但是这种的凶猛的怪风吹来啊, 突然之间大地黑暗。 吹到船, 就是商人坐的船啦, 求宝的人坐的船啦, 船房的那个房子啊, 有两种解释。 第一种的解释啊, 两条船把它合并起来, 连环合并起来, 叫做房, 房是两只木船把它连起来, 并住在海里头, 这样子可能是比较平稳一点呢。 所以两只船并起来的, 那个叫做房, 这是一种解释。 第二种解释啊, 小船叫做船, 大船叫做方, 方是大船, 这个比较大的船啦, 实际上在古代还是木船啦, 还是那个帆船啦, 靠着这个, 反部啊, 挂起来, 跟着风向走的那种船。 所以总而言之, 船法就是大小船, 或者是两个船并起来走。 如果被这个怪风, 很可怕的风吹你的船, 把这个商人财宝的船吹到, 吹到哪里去啊? 飘渡罗刹鬼郭。 飘渡罗刹鬼郭。 飘渡罗刹鬼郭, 就是被这个欧风一吹啊, 吹到这个小岛上, 吹到小岛的地方, 这个小岛没有人住, 没有人住什么东西住啊? 罗刹, 罗刹住在这个小岛上, 所以叫做鬼郭。 因为都是罗刹鬼住的地方啦, 罗刹鬼住的小岛啦, 所以称它叫做罗刹鬼郭。 罗刹就是吃人的鬼, 也就是口味鬼, 看起来可怕。 实际上啊, 罗刹它有小神通会变化的, 它会变跟人一样, 跟人完全相同, 甚至它会变成美女, 引诱那些商人, 哦, 到了他那个小岛鬼岛去啊, 他就把它引诱上岸。 嗯, 然后啊, 把那些商人把它当做点心啊, 一个一个慢慢吃。 哦, 吃都是先把它农醉啦, 想办法把它农, 啊, 弥附啦, 然后一个一个把它吃下去。 嗯, 所以飘到这个罗刹鬼郭去, 啊, 并不是由上至下堕落啊, 而是到了那个地方有生命危险啊, 好像啊, 从上掉到下面去那种情况, 啊, 相同啊, 所以叫做飘舵。 被这个怪风一吹, 在海里飘到这个罗刹珠的那个鬼过去, 危险啊, 啊, 这个时候最危险啊。 啊, 假如不晓得念关系穆萨, 恐怕就会没有命啊, 会给罗刹做点心啊。 那么这个百千万人当中那些要取宝的人, 不管他有多少人, 其中若有乃至一人, 乃至超略词啦, 假如船里所有的人都懂得这个关系穆萨的大悲, 救度众生的, 寻生救苦的大悲心, 多学佛, 多信佛, 多学关系穆萨的这个法门, 那当然更好啊。 那么如果没有全部的人都能这样做, 一半也好啊, 一半没有三分之一也好, 四分之一, 五分之一, 百千万分之一, 所以乃至一人, 其中说最少, 最少乃至在这个百千人当中有一个人, 修观世音穆萨法门, 直到在这个危急的时候啊, 其他没有办法啦, 现在只有靠观世音穆萨啦, 其中只有一个人, 一个人学佛, 一个人修观世音穆萨法门, 其他的都不懂, 可是有他一个人就救了整个船上人, 称观世音穆萨名号, 啊, 那么这个人, 呃, 称观世音穆萨的名, 啊, 就是念南无观世音穆萨, 哲, 就是, 呃, 以作词呢, 这个人晓得称观世音穆萨, 那专一情形念观世音穆萨, 求菩萨来救度, 啊, 那免呢, 四周人的, 接着血脱, 罗刹灾难, 这个功力就够大了, 一个人念观世音菩萨, 整个船上的人通通都得救, 都得血脱, 啊, 免之遭到罗刹的, 啊, 危险的恶难, 一个人念菩萨身后, 整个船上人都得救, 啊, 这就显示菩萨的感应啊, 啊, 广大无边, 啊, 他的大慈大慈大悲的, 这个大悲愿力, 啊, 广能普悲一切苦恼众生, 不但救一人, 整个船上人都得救, 啊, 所以说, 叫做, 接着血脱, 接, 通通啊, 整个船上的人, 由他一个人念观世音菩萨, 通通都得救了, 免得遭难, 在罗刹鬼难里面, 为什么一个人念能够救度大家呢? 有两种原因, 其他的人虽然这个时候没有念观世音菩萨, 毕竟他在过去都生啊, 跟菩萨接下缘啊, 有缘的, 以菩萨有缘的, 佛度有缘人啊, 同船里面有一个人念观世音菩萨, 那么其他的人当时虽然没有念度得救, 那是因为这些人过去生, 以菩萨都有戒缘, 因为佛法讲因果呢, 如是因如是果, 他如果过去以菩萨没有接下生故的善因, 这个时候他怎么能够得救啊? 那么那个人念观世音菩萨是他得救的助缘, 得救之后这些人以后都会好好的修学观世音菩萨法门啊, 显示他过去是跟菩萨必定有接下来很深的缘故, 所以今天纵然当时没有念, 只有一个人念就到大家了, 这是如是因如是果, 必定得救, 这是第一种原因, 第二种原因啊, 显示菩萨的悲心广备一切众生, 菩萨他没有分别了, 他不会说, 你念我我就救你, 你不念我我就不理你, 没有这个事情了, 只要有办法度的, 统统度要度, 除掉没有办法度的, 因为他没有这个因缘, 不是菩萨不度, 而是你没有办法接受度, 那么在当时, 菩萨为什么连那些没有念的都得度啊? 因为他是同传嘛, 同传啊, 假如你要救一个人, 这个人你要救他, 那其他的如果你不救他的话, 这个人没有办法把他提到其他的地方去啊, 因为到罗刹鬼锅嘛, 他要回到原来的地方, 他要坐船啊, 假如你救他一个人, 其他的人不得救的话, 船谁开啊? 那怎么样子才能够走这个地方啊? 所以未了要救一个人, 那么其他的人要帮助他救, 如果其他的人不得救的话, 你单救他也没有用, 他不知道到哪里去啊? 他是个凡夫啊, 周围都是大孩, 那么其他的人不得救的话, 他就走不了啊, 你救他也走不了啊, 所以有这个原因, 未了要救这个人, 其他的人要帮助使他这个人得到血脱, 必定要整个救, 不能救一个人。 那么由这个缘故, 菩萨的大悲心他是平等普度的, 可是这个时候总然有一个人称联, 未了要救这个人, 而这些人统统都要使他得救。 假如他过去的上根不够深厚, 不会完全没有, 不够深厚, 他得救之后, 这些人都会发心, 都会发大心的。 那么, 所以, 夏文就总结说, 于是因缘, 明观是因。 你读佛经要会读啊, 要懂得读的方法。 清难里面, 每一难最后的结文, 应当都要有这两句。 例如, 前面的火呢, 深入大火, 火不能烧, 由是菩萨为神立功。 这个为神立功下面应当也可以加上这两句, 于是因缘, 明观是因。 谁呢, 称其名后记得前出, 下面应当也可以加上这两句, 于是因缘, 明观是因。 乃至后文, 刀让难等, 到了最后, 儿的血脱, 也可以加上于是因缘, 明观是因。 这两句, 清难里面, 每一难后文啊, 最后都可以加上这两句。 他为什么只在这个地方加, 而前后六难都没有加上这两句呢? 你看他, 一个人称名, 整个传者的百千万人都得救, 都得血脱。 这就显示菩萨的唯一的神通广大呀, 慈悲心的广辈。 显示在这个地方来说明, 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叫做观世音的因缘, 更为显明啊, 更为显明。 一人称名, 多人得度, 由这个因缘, 寻生救苦的道理更为显明啊。 所以在这个地方加上这两句, 而这两句是通前通后, 通前面的火那水呢, 还有前面的种, 种意, 也有这两句。 后边的刀杖呢, 乃至愿者呢, 通通都有这两句。 但是在这个地方, 放这两句, 前后不用。 呃, 原因就是表示菩萨的大悲心。 一人称名, 多人得度, 有这个因缘, 你就可以看出, 他的名字会叫做观世音的原因了。 这于是因缘, 他的名字会叫做观世音。 哦, 这是约四十, 呃, 在文字上, 消文。 呃, 其次因四证, 四识证明。 四识证明到大海里取宝相同的情况是不容易找到了。 呃, 因为在佛法传到中国, 我们中国人也不像他们印度人这个成群结队到大海里取宝。 呃, 比较少有这种情况啊。 古代有没有,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在历史上的记载很少看到。 呃, 那么因此之后在中国的, 呃, 这种的, 呃, 这个感应里面呢, 只能看出, 在大海里, 传在大海里, 得到缅难的那种事实啊。 就是跟这个,呃, 得写的楼叉之难的情况, 就可以看作相同的啦。 现在举一个清朝初年的,呃, 呃, 事实证明,呃, 清朝的夸, 康熙年间, 康熙, 呃, 康熙二年,呃, 顺治下来就是康熙了, 清朝初年, 康, 康熙二年呢, 就CG的1663, 1663, 距离现在三百几年前, 三百几十年前,啊, 安徽, 大楼的安徽啊,啊, 啊, 安徽附近啊, 有个河流很大,啊, 平常都是靠船啊, 来运载,啊, 这个物品啊, 或者是人的交通,啊, 呃, 有一天, 有一个老修行啊, 在那个安徽这个河流旁边有一个小山, 那个山叫做小孤山, 孤啊,孤独的孤,啊, 那个小孤山上有一个老修行啊, 在哪里打坐用功, 呃, 有一天晚上到八夜啊, 这个老修行在打坐的时候啊, 听到山神, 有小孤山上的山神啊, 告诉那些小鬼, 告诉那个小鬼, 说, 你们啊, 明天, 河流里有两条船来, 你把我拉下来, 不能让他上岸, 呃, 那么这个老修行听到这个话, 他是在定境里听到的了, 诶, 有这么回事, 诶, 他听到之后啊, 他记载心里明天看看情况, 诶, 果然, 第二天的, 呃, 将要到中午的时候啊, 对岸, 呃, 慢慢有两条船呢, 开的来了, 开的来了, 哦, 那么这个两只船, 由对岸要到这边小孤山下来, 到了这个河流的镇中的时候啊, 突然之间刮起大风, 呃, 天地都黑了, 而这个船啊, 好几次都要倒下去, 要沉下去的样子啊, 歪歪斜斜的在开, 可是很奇怪的后来, 他没有沉下去, 没有沉下去, 这个船后来慢慢又平安了, 开到这个小孤山下来了, 开到小孤山下, 那很危险的, 到了山下已经天黑了, 天黑, 那么这个船就寄在那个山下呀, 过夜, 嗯, 那么在过夜的时候啊, 到了半夜啊, 那个老修行在山上, 又听到那个山神, 啊, 对那些小鬼, 呃, 折背他们了, 啊, 那山神对那些, 呃, 他管下的那个小鬼说, 我叫你把那个船拉下来, 你为什么不拉下来啊,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呀, 那些小鬼就对那个山神说呀, 他说, 我只去拉了, 我一动手去拉呀, 我发现那个船头有一尊观世音菩萨站在哪里, 船上有观世音菩萨, 金光灿烂, 我就没有办法再往前进啊, 我起初是在船尾, 我拉了一下, 可是这一拉, 前面的观世音菩萨就放光了, 光明很大呀, 我就眼睛睁不开, 我不能拉, 不是我不拉, 而是没有办法拉他了, 因为观世音菩萨的光明很大, 我眼睛睁不开, 没有办法拉了, 所以不是我不拉, 而是没有办法拉, 因为船上有观世音菩萨站在那边, 诶, 那么这个山神也没画牙了, 这个老修行听到这个话呀, 他要求证, 求证, 昨天这个事实, 为什么船上有观世音菩萨, 等到天亮之后, 因为这个船是停在这个山底下吗, 小姑山的山下呀, 因为很危险的, 过了这个灾难, 没有沉船, 到了山底下, 他们在那里过夜, 当然就很累了, 那么第二天早晨呢, 这老修行就下山了, 下山去问那两条船, 是载盐的, 盐船呢, 卖盐的商人, 船里面载的都是盐, 那么他到这个船里面呢, 他不说这个, 他听到了那些事实情况啦, 他问他们这个船上的人说, 你们船上, 是不是有人拜观世音菩萨? 没有啊, 我们出外也不方便供菩萨的像在船里面, 不敢供啊, 没有啊, 他说没有, 你里面有没有人修观世音菩萨法门? 他说没有啊, 问来问去有一个那个拔斗的, 就是管这个帆船的拔斗的, 等于是司机吧, 问到这个人, 是我, 是我, 你怎么修持的? 他说我没有啊, 我吃观音哉, 观音哉, 就是观世音菩萨, 圣诞那一天, 二月四九, 六月四九, 九月十九, 也有说是三六九, 那一天, 菩萨生, 不吃肉, 持哉, 我恭敬观世音菩萨, 那一天我吃观音哉, 那么平常是多少也念观世音菩萨, 但是并没有专修, 哦, 原来就是因为他持观音哉, 这个船就得救了, 可见啊, 这个菩萨在大慈大悲, 他只是持一个观音哉, 有这个功德, 菩萨就要救他, 那么明明中得到感应, 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说你昨天经过危险, 你知道吗? 他说, 我知道很危险啊, 很危险啊, 但是我拉着船啊, 结果也没有沉下去, 我就很平安的过来啊, 我也感谢这个菩萨的加倍啊, 那么因此之故啊, 可见他平常是支持观音哉, 那么这个有心无心的多调念一点, 结果也是得到感应, 而且当时的感应他自己根本不知道, 这就是我前面说的这个感应有四种啊, 这叫做敏感显应, 敏感显应, 不是有显感显应, 显感明印, 敏感显应, 敏感明印的四种吗? 这就是明明中的修行啊, 感动到菩萨很显明的来救他, 他自己没有看到那些鬼神都看到船上, 有一尊观世音菩萨站在哪里, 放大光明, 所以可见, 由这个事实证明, 无论你在什么地方, 碰到什么灾难, 假如你能专一齐心持念观世音菩萨, 当然平常修持的功夫更是重要, 他平常就持观音哉啊, 由平常持观音哉, 这很少的这么一点点功夫啊, 就能得到他, 解救他的这个生命危险的灾难。 如果你能够发心, 每天受持普门瓶, 随分随力念多少观世音菩萨, 必定会免出各种灾难。 那么, 无论你坐车, 上飞机, 坐船, 我们学佛的人都要学习菩萨, 大慈悲心。 你一个人能够受持观世菩萨的圣号, 你在船上, 车上, 或者是飞机上, 能好好的心理默念菩萨的圣号。 可以出生的时候小声念, 都可以的。 你可好好的念啊, 一人能救众人啊。 这个车子上, 这个船上, 如果有你一个人修持观音法门, 万一遭到灾难呢, 整个车上, 整个船上的人, 统统靠你耳得救啊。 所以有些游览的人啊, 他喜欢找一个出家人坐在前面啊, 他做什么? 因为他有修行啊, 可以把他当作先锋啊, 当剑牌啊, 免之遭到灾难。 我就碰到几次啊, 我从前比较年轻的时候, 有些信徒他要去游览, 到什么地方去游览, 他就把我请的去。 实际上他是把我抓去当剑牌啊, 叫我坐在最前面, 每一次都叫我坐在最前面。 坐在最前面做什么? 万一有剑来, 我先承担啊。 用这种功夫啊。 不过我有几次, 带着这些人去游览啊, 也没有什么发现就是了, 也很平安的。 这可以说是敏感敏应吧, 我也没有好好修行。 所以, 只要你肯发心, 菩萨随时都有感应。 我从前呢, 听过这个, 基隆海绘士的道源老法师, 他曾讲过, 他平常坐车子啊, 他一上车, 就要先念二十一遍的大悲众。 他凡是上车, 不管是长途, 中途, 短途, 一上到车上啊, 他就念这个大悲众, 必定要念二十一遍, 念大悲众。 他这个意思就是, 一方面, 希望大家能够免除灾难, 一方面呢, 葬菩萨的伟神加倍, 大家都得到修善断毂的功能。 所以, 这就是在普门瓶的法门里面呢, 你能够随时随地处处学习菩萨, 一人能救众人, 能影响到整个船上, 大家得到修。 所以, 我们真正学佛的人呢, 时时要为众生着想, 不是单为自己的。 当然自己也会免难, 那么您自己免难也是大家免难。 所以, 不管你是坐车, 坐船, 坐飞机, 不要忘掉观世音菩萨。 下面是淫世证, 这个事情如果要淫证的话, 很多很多。 我只淫这一条故事来证明就可以了。 下面是越灌世, 越灌世就越这个疯难来解释了。 因为这个楼叉是恶鬼, 可以并在后边的第五恶鬼那里面做观世。 这里只是越风, 难游的风啊, 来做修观的解释。 那么风, 也有果报风, 恶业风, 烦恼风, 先说果报风。 果报风啊, 就是三界内的众生过去所造的欧业贡业所感, 或有遭到这个严重的疯难的果报。 前面说过这个世界交到坏街的时候, 七番佛, 一番水。 第一到第七次的坏街, 都是火, 火烧出禅。 第八次, 水进二禅。 那么这样子啊, 很有规律的, 按照据赛论里面讲, 很有规律的, 气火一水, 气火一水, 这样子经过第七次的水难, 第七次的水灾, 水进二禅。 气火一水, 气火一水, 气水一风。 你这样子一直算下去啊, 水有七次, 火有七次四十九次。 第七次的水, 进二禅之后, 在坏街的时候, 第一次火第二火, 一直到第七火。 到第八次啊, 那就是风吹三缠 风吹三缠 七火一水 七水一风 你记得这个名词 七火一水 七水一风 七次水呢 这个水尽二缠 七次水尽二缠之后 到第八次该水的时间呢 就是风灾了 风更严重 风吹三缠 这种很凶猛的怪风啊 把这个世界吹成围城 一直把欲界整够吹坏 吹成围城 变成虚空 再往上吹 吹粗蝉 吹二蝉 一直到三蝉啊 整够把它吹坏掉 所以 这个世界 火烧粗蝉 水尽二蝉 风吹三蝉 三蝉上自有风灾 三蝉为什么会有风灾啊 按照经论里面的说明啊 三蝉天的天人啊 他还要有福气 还有福气 还有靠这个福气进出 来维持他的世界的身体的生命 超过三蝉再往上 到第四蝉呢 就不用福气了 没有福气了 没有福气就没有风啊 但是他这个身体的新陈代谢啊 这个福气的功夫啊 就整个身体的毛空里面出来 在毛空里进出 这个福气 原来福气的鼻子的福气的作用啊 到了第四蝉不用了 靠这个整个身体的毛空 全身的毛空啊 就是福气的地方 不用鼻子这样子福气 没有风的现象 整个人呢 他这个身体上的毛空 就会有自然的新陈代谢 因为三蝉还有微弱的福气 就是显示还有风 所以三蝉有风灾 古代有这么一首句 句诵啊 说六玉诸天 据五衰 五衰 说一下 六玉诸天据五衰 三蝉上至有风灾 纵然修道非非详 不若西方下品生 修念佛法门的古代 有这么一首句诵 六玉天 三天好吗 玉界天 有五衰向陷 五衰向陷 就是天的寿命 尽了要堵落了 所以六玉天 没有什么好处 有五衰向 那么三界天好吧 三界天 火烧出蝉 水净二蝉 三蝉上自有风灾 三蝉交道世界坏劫 其火一水 其水一风 还要遭受到风灾 吹坏三蝉 生到三蝉天 有什么用啊 还有风灾 那么 再往上好了 第四蝉 一直到五十界 灰想 灰飞 飞 出天 好不好啊 纵然修到 灰飞想 灰飞想 灰飞想天的寿命 八万四千大街 可是满了 还要堕落 像佛寺的 芋头蓝符 生到灰飞想天 将来八万四千大街的 禅定功夫满了 又要堕落 堕落在这个世间呢 在玉界 还做这个 处生到的 非离之身 那么 由此可以见得 这个三界 玉界 四界 五十界 三界都没有什么好处 不如 生到西方 基督世界 下贫下生 不如西方 下贫生 他为什么说这个话呀 因为到了基督世界 山寨都免了 没有山寨 纵然 莲花开得慢一点 迟早 总会有莲花开的时候 因此之后 进度中 修念佛法门的祖师 做了这么一首巨颂 六玉 诸天俱五随 三禅 尚自有风沾 纵然修道 非非祥 不如西方 下贫生 给这个修念佛法门的人 很好的 鞭策 做精进功夫的 紧策的作用 是很好的 果报风 风吹三禅 可以知道了 那么这个 地狱 饿鬼 处身 三恶道 都有风灾 人道 例如我们台湾的台风 这是经常有的风灾 那么过去 差不多一年总会 最起码有一次 就是今年免了 他不想来了 那么没有风灾很好 可是不下雨就不好了 那么关于这个六道中 风灾的苦难 用不着意思 一说 我经里面 还有很多比方 比方 这个 这个国报风风的 是由蜂蜂蜂蜂蜂蜂来的 所以华言经有这么一个句子 贤 恨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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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 吹诸心商人,堕落欧道,是人道善薄,即无漏圣财。 这是《就义华严经》的句子。 他说,世间上的众生遭到这个嫌恨猛风。 嫌即嫌呢?这是烦恼之一。 彼此嫌恨,恨就是称恨心的同类的欧业。 这个好像风一样,好像风来吹一样,吹众生造罪业。 吹罪心活,心是财心的心。 比方嫌恨欧业的猛风吹着造业造罪的财心之活, 使他严重的常令职人,造业没有停止。 吹这个世间修行的诸心商人,商业的人想要取宝, 比方修行的人想要求其胜财。 如果没有好好的对质烦恼, 就会造了欧业,造了欧业就堕落欧道, 失掉人道的善宝。 人道的善宝就是五戒十善。 五戒十善是人道的善宝。 如果你失掉了,被欧业风所吹啊,吹失了, 结果就造造罪业,堕落在三个道, 失去人道的善宝。 那么要出世间嘛,要修五漏圣财, 漏是比烦恼,五漏是没有烦恼。 要正到出世间的圣果呀,要修七圣财, 那么这个七圣财的功德被吹失了, 好像烦恼风把这个五漏圣财吹失了。 所以欧业风就吹坏五戒十善的川坊, 堕落三欧道,鬼国,鬼国就逼三欧道。 烦恼风吹这个三圣修行的人, 圣文元决菩萨三圣修行的人, 那么三圣修行的人都在这个三界苦海里啊, 采七圣财的果,采七圣财的这个法宝, 采这个七圣财的法宝的时候被这个欧业风所一吹, 结果啊,失去圣财,因为被这个贱爱烦恼所吹动啊, 那么飘到贱爱楼叉鬼鬼里面去,被楼叉所害, 就是失去了这个七圣财的三宝了。 七圣财,七种求得圣果的修行方法, 好像财宝一样,拿财宝来比方, 是什么呢?第一,信财,信心的信财, 第二,精进财,第三,戒财,持戒的戒, 第四,文财,多文,多文,博学多文的文财, 第五,舍财,能布施舍的舍,舍财, 第六,慧财,求智慧的慧财, 第七,惭愧财,有惭愧了, 有两种的善心索,这个叫做七圣财, 如果你有怀疑的心,疑风,怀疑的疑, 疑风吹失信财,你心里对佛法如果有怀疑的话, 那就这个怀疑的风啊,就把你的信心之财吹失了, 懈怠风吹失精进财,懈怠如风, 懒惰懈怠,好像风一样, 就把你的精进财吹失了,想要早一点起来拜佛吗? 哎呦,很冷啊,多睡一会吗? 这个懈怠风一吹,就爬不起来了, 结果就失掉这个精进财。 诸恶风吹坏持戒财,持戒度诸恶。 那么因为造种种恶业,就破坏这个持戒的功能, 诸恶风吹坏持戒财, 焦慢风吹失多闻财, 博学多闻啊,要多闻,要学法,要修学佛法, 要不辞下问,要肯问啊,肯学啊,要谦虚啊。 所以我们高三啊,法水不如, 焦慢就正好吹失你多闻的功德的法财。 假如你不肯谦虚一下问,怎么能够得到功德法财啊? 怎么能够得到学问啊?怎么得到修行啊? 所以凡是要问法,都要恭敬,谦虚,不能随便。 哦,我上次讲的,有字不认识,你要问人啊。 诶,你怎么认识啊? 我怎么认识啊? 这样子你就得不到人家的这个学问。 说,必定要很恭敬的,请问你这个字怎么念啊? 哦,我念的不正确,要怎么念啊? 那么这样子人家才会答复你。 假如你说,你怎么念啊? 我怎么念以利活观啊? 就变成这种情况,那就是骄傲慢,不肯好好的问。 我有一次啊,也是没有修养。 有人来问我啊,你对这种你的看法怎么样啊? 他问我的看法怎么样? 他讲出那个道理呢? 你对这个看法怎么样啊? 我不客气说,我的看法怎么样,与你有什么关系啊? 那是我的看法啊? 那我的看法怎么样呢? 韩律,我是没关系啊? 我就以这一句话来答复他,容得他没有话讲。 你老是问人家的看法,你不说,我这个我不懂,我请教你。 他不是的,你的看法怎么样? 跟那个问字,你自己你怎么办? 道理相同。 所以这个骄傲慢风,吹是多文才。 我从前在石头山当小沙咪的时候,读书啊,好辛苦啊,问那些老前辈啊。 第一次问他,他会答复你。 如果你忘掉了,第二次问他呀,就挨一顿骂。 骂过之后才跟你说。 假如你再忘掉了,问第三次啊,他不理你了。 甚至一巴掌,捡你五块钱。 这些我都经验过了,可是我未了要求学啊,再苦也得忍受。 甚至你说,你倒山下去,替我挑一袋东西上来。 我才教你,我也乖乖的倒山下去挑。 否则哪有今天啊,我也没读书。 所以,不能有骄傲慢风。 骄傲慢风必定要吹是多文才。 舍不识。 执着风,贪着风,不肯不识的那个执着风,吹是舍财。 本来你应当想要发心修布施修点功德吧? 可是你觉得很可惜啊,我现在有一万块,如果布施一百块, 就剩下九千九了,就不满一万了。 那我舍不得布施。 结果呀,这个执着取着的风吹是你布施的舍财。 第六,鱼痴风吹是你的智慧财。 鱼痴不是说白痴,是说邪知邪见。 主观太重。 因为我就对你的都不对。 以这种观念来求人家的学问,人家不会教你。 那你要求的智慧都不到。 所以鱼痴风吹是智慧财。 鱼痴风吹是惭愧财。 如果做一个人没有廉耻,这个人就没有惭愧。 没有惭愧就没有惭愧的功德法财。 所以没有廉耻之风吹是你的惭愧之财。 这就是要修出世间的三圣圣果呀,必定要具备这个七圣财。 信、敬、戒、文、舍、智慧。 智慧的慧。 智慧后位一个。 那么这个七圣财必定你要恳求,努力尽修,才能得到。 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 你不下功夫,哪里得来啊。 所以这个七圣财,如果你有一种反方向的风一吹, 七圣财就流失了。 所以好好地保持这个七圣财,不要被这个七种的怪风所吹。 那就飘躲于罗叉鬼郭,到了这个贱爱鬼郭里面去啊,造欧夜堕落山间。 佛修行功夫到了这个八风吹不动的境界。 他才能够啊,在这个十方世界现身说法广度众生。 所以宋朝的苏东坡,他做了一首句诵。 赞叹佛呀,八风吹不动。 西收天中天,豪光照大天,八风吹不动啊,端坐紫禁连。 他说的这个,这个诗,这个句子很好啊,他做好了。 马上派过十者写好了,就叫人送过江去到金山寺,给这个佛印参丝。 我表示赞叹他,我赞佛,八风吹不动,你也是异样吧。 这个佛印参丝,你也是八风吹不动吧。 他叫死者把这个句诵送到故江去。 因为这个从他住的地方要过一个长江,然后到对面的这个金山寺。 这个死者把这个句诵送到金山寺交接佛印禅寺。 佛印禅寺一看啊,后边批四个字,什么字啊,不得好听,放屁。 连批两个放屁,放屁。 叫死者拿回去,你拿回去给苏东坡。 苏东坡一看气死了。 我赞叹他,他还说我放屁,哪有的了啊。 这个苏东坡一气之下,马上过江,马上过江,到了佛印禅寺那边去。 那么当佛印禅寺当面就说他,你这个禅寺没道理啊,我赞叹你,你怎么说我放屁啊。 佛印禅寺,嘿嘿嘿,你不是说把风吹不动吗?我一个屁就打过江了。 把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 那么这是苏东坡,苏东坡被这个佛印禅寺的一个屁打过江。 很粗啊,不好听啊。 所以这个东西啊,在佛法里面啊,尤其在这个沙密律仪里面啊,这个唯一门,它这个叫做下风。 下风。 我有一次很有意思的,有一个青年初出家的,他拿着这个沙密律仪来问我,他这个下风是什么东西啊? 你不懂吗?那我告诉你,可是这个很粗的话哦,你听听得进去吗? 没有,没关系啊,法师啊,你跟我说,什么叫做下风啊?我说,老师告诉你,放屁!放屁叫做下风。 他就看不懂。 现代人读书啊,这些古古代的那些名词啊,都不懂啊。 什么叫做下风?下风他不懂啊。下风嘛,下风就是放屁嘛。 下面的风嘛,不是上面的风啊。 你不懂啊?不懂我告诉你,这句下风就是放屁。 就是佛印产生的这个放屁。 哦,把风吹不动。什么把风啊? 利,摔,毁,欲,趁,鸡,苦,乐,八个字。 四个好的,四个坏的。利,利益啊,得到利益当然很欢喜啊。 翻写风一吹,你动了。摔,碰到摔像啊,忧愁啊,种种不如意啊,摔,那你的心忧愁了,动了。 毁,人家毁谤你啊,破坏你啊,说你如何如何啊,那你心忧愁了。 欲,赞叹啊,哦,你讲话干嘛,我刚才讲话,我高兴的饭,不想吃饭,也不想睡觉。 为什么?被这个赞叹风一吹,这欲就是赞叹。 称,称是称阳啊,称阳啊。 欲是单面赞叹,称阳是后边赞叹。 后边说你的好话,赞叹你。 你听到也高兴啊,不得了啊,到处人都说我很会讲经啊,那我就飘飘然啊。 这就是称。称,称,称啊,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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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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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 这就是挂人家。苦,不用说的啊,遭到苦难。 乐,快乐。 利衰苦,毁欲,称激苦乐。 这个八风,众生被他一吹,动了。 所以这是简单的乐观诗,里面还有没有说到,没有说到,我们刘子下次讲了啊,今天讲到这里面。 我心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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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 人人追求世界上的冲击 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 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 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 而我即将成为饲料 被一只巨蟒把玩 眼前的巨大历史 是我最后的记忆 透过大师傅的建议 我来到了天堂 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慈祥 安和 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而且这里的一切 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 慈悲至夜 花莲中心 新逢端午节祭祖 起见消灾超见法会 恭送大佛顶首邓严经 即佛前大贡 点灯供水 要供 甘露诗时 恭请常驻法师 主法领众 日期6月4、5、2日 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与慧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佛教慈悲至夜基金会台南分会成征义工 联络电话 06271 6616或 06271 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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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点核区永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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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iv terrain 写磋 indic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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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hasalw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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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里 迷里 吉地 做哈拉 马巴拉 亚首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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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经功德殊胜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素网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波哲波罗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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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视人生 成就生命 生命电视与您一同拥抱生命迎向未来 接下来请收看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 我们在一起来学习发菩提心 依照四清菩萨所住的发菩提心经论 我们已经探讨到第六品 忍入波罗蜜 在梦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梦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从经论的内文 我们学习了对于我们所遇到的外境 能够从身体 口 语言 或者是意念 别人的这种所作所为 让我们会被激怒的这些情况 都要能够修忍辱 那在这些的过程里面 我们要用种种的方法 来用礼 来劝慰自己 那从根本的静上面 我们是能够不对应 然后我们的心 也要趋于真正的忍入的安定极静 所以从经论里面的 一个层次 一个层次的 让我们了解忍入的必要性 因为我们在讲发菩提心 它是要落实在基本的菩萨行 六度万赫 所以在这个里面 我们是要成就菩提心的 所以还要趋于禅定跟智慧 所以在经论里面告诉我们 我们用各种的方式 让我们来对于自己所受的这一些 就是我们本来不能够承受的这一些侮辱 我们也要能够接受下来 所以用反省的方式来看待自己 是自己的错 当然要忍受 或者是我们自己没错 可是我们也要去体会 也许是过去的因缘果报 在这一世我们所承受的 乃至我们也要去观察 诸法本来是空性的 这样的一个落实在忍入行里面 那再者就是以慈悲来看待欺负我们的人 那所以用这样子的一种配套 让我们要去真正落实忍入行 然后再用十种的这种观察 能够让我们从忍入里面 真正要趋于开智慧 所以这样子的人路 就好像是我们已经落实 在修禅定 在修了解诸法空性的落实 这样子才能够真正开智慧 而成就发菩提心的 这样子的一个究竟圆满 所以我们上个单元就谈到 十四因缘可以成就忍入 我们谈到第一要不关于我及我所向 就是不要执着有一个我 还有一个我所拥有的任何的 这一些物质的事物 乃至人种种的关系 那第二呢就是不念种性 就是我们不要分别有贵贱 这一些的身份的差别 那要趋于平等心 那我们这个单元开始 我们就进入第三项 就是要破除骄慢 骄慢就是骄傲我慢 那就是以自己为尊贵 而看不起别人 那这样的心呢 就是我们是不愿意改的 所以一个骄慢的人 是自比人高 所以这个最骄慢的人呢 就好像是在法华经里面 那世间模拟佛为了要度化身文的地质 所以要让他们回小向大 要发菩提心行菩萨道 不要以为自己所证的这个身文 欧罗汉果是究竟 而要在向上 所以佛就讲成佛的这样子的法华经 那当场呢 就有五千人退洗 所以佛也是说 这五千人呢 他就是我慢 就是骄慢者 他们自己以为就是已经正道的 自己以为已经得到了 那这样的人呢 退役加矣 所以这样表示说 骄慢到最后呢 连佛说的话都不会听了 那他就觉得说 自己是最好 那那个时候 没有办法忍 所以我们在忍入的时候 还要谈到最后说 我们忍的时候 还要忍到我们自己的这一些 我职这些都要去除 所以这个忍 他是说 我们好像以为的是只是对外境 那实际上忍 还要忍我们自己的习性 就是要把它去除掉 所以这样子的人 就是深入我们的心 他真正要能够平静清澈 看到一切 外境只是一个境 可是如果我们的心 没有忍的话呢 我们起的那种根本 他就是一个我职 跟一种骄慢的心 因为我们也是要捍卫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起这种种种的 这一些的反应 所以这样子的一种智慧 实际上让我们看清楚说 实际上真的 这个世间是有向的 可是真正在操作的是我们的心 所以要从这样的根本的道理来了解的时候 我们才会知道说真的 佛都累世这样修行 修忍辱 热受这样子的忍辱 就是为了要成就真正的智慧菩提心 是这样 那我们再看第三呢 就是恶来不报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从最前线 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 他是从身体的伤害 从口语言的侮辱 辱骂 或者是从种种的行为来激怒 那这些的恶呢 我们都不报 所以说我们对恶的人呢 我们自己不会用别人的手段 来去报复别人 所以我们这样的观念呢 就不会说 我们要以牙还牙啦 以什么来报什么啦 那以人之道就是报复其人 那就是我们的心 不会因为外境的这种险恶 而把我们的心 也把它就是扭曲了 所以这样的这种对境起修 所以是第一个这种先锋 就是第一线 就是恶来不报 那第五呢 又是要观无常想 这个部分呢 也是要让我们能够观察 就是从佛法直接的观察 就是说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那金刚经说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那这些呢 都是我们实时要去观察的 诸法的真相 那我们为什么会 对于所受的这一些的侮辱呢 愤愤不平呢 那就是我们没有去观察 其实我们的心性 其实也一直都是在 无常流转之中 那我们只是因为 执着我们受的委屈 所以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 都把过去受到委屈的那个情境 就一直放在心里 所以就是没有办法达到无常想 也就是说 那个情境已经过了 那个情境已经过了 我们如果能够观察现在 就是无常 是现在 当下 每一个 就是事物都是在这么流转当中的时候 我们的心就不会再去执着过去所发生的那些情境上面 所以这个也是从根本的这样子的一种修行的考量 来观察说 我们受到五路会起称恨心的那种就是执着 就是失去的观察无常的这样的真理 所以从这样的观察 跟第一个 就是要能够不执着于有我跟我所向 就正好我们所说的佛法的三法印 就是一个 就是诸行无常 就是要观无常 然后再来是诸法无我 就是不要去执着有我 我跟我所 所以这些都是从基本的考量 所以说要观无常想 那因为我们通常对于这些事物的这些的存在 我们都是一个很固定的 我们是用一个好像都不会变的这样的想法 来看待世间一切 所以佛所说的诸行无常 在祖师大德 他是真正的物责 他们认为这个是真理 而且这个是积极的 因为让我们能够看到一切诸法的 他的积极面 他真正每一个事项都在变的 像说我们每个礼拜我们这样子大家 在这个生命电视台 大家来共聚 来探讨了解 发菩提心 可是我们每一个礼拜我们的心情不一样 我们每个礼拜我们的设身的状况也不一样 从医学里面角度也是说我们的人的身体细胞都是在新成代谢 所以这个也是证明说租行无常 租行就是每一个租法它都是在进化当中 每一个这种事物都是在变化的 这叫诸行无常 那我们要能够看到这样的时候 我们的心基本上就会去除这种执着 执着也就是说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 我们没有去面对它的事实的状况 而只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性 自己去把以前的这一些的状况 我们老是要把心放在以前发生过的那些的情境上面 那那个时候就跟诸行无常就违背了 所以在谈忍辱的时候 让我们去了解这个诸法的这种无常的真相的时候 它也是去除了我们的心结 就是把我们的心执着在过去的那个状况 它就打开了 现在也是无常了 就是我们应该要面对现在的状况 不要把心老是放在过去的心结上面 那第六呢 就是要羞于慈悲 就等于是我们要落实在积极的善行 所以在我们之前所谈到的就是要忍辱的三部曲 第一个呢 我们先当然这个里面 第一个如果是自己错 那当然就没话讲了 那现在是说我们自己如果是正确的 我们没有错 那是别人侮辱我们 那就三部曲 就是第一个呢 我们就观想 是过去的我们自己的恶业所承受的恶报 那第二呢 我们就要观察说色心也都无我 而能够趋于这种空性 那第三呢 我们起灵敏心 叫做忍辱的三部曲 那现在这边的十四成就忍辱呢 当然也是要谈到这个慈悲 那只是说我们现在讲的 就是从不观我啊 及我所啦 那观无常啦 这些它等于是我们在忍辱三部曲里面 就是落实在第二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观察 要把很难忍受的这个静 要能够落实说佛法说诸法是空性 因缘法都是空性 那我们要从种种的这一些方法 让我们能够做得到 所以我们用这样子呢 就是也能够落实对了解修忍路的这一些的 这种这种意理的这种内涵 然后怎么样子来劝慰自己 那我们从我们根本能够修的 我们也能够正面积极去修 那这样的时候呢 去修忍辱就比较容易了 不然说这样子活生生的要直接这样吞下去 我们所受的这种忍辱 那真的是很不容易 所以我们就是要劝慰 然后从我们的这个理去理解 那道理越了解越深 我们能够劝慰自己的力量更大 那我们能够承受的忍辱呢 也更大 所以这个叫做深修忍辱 要深入深沉的去修忍辱到我们的心里 那第七呢就是心不放逸 也就是我们自己的心呢 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怎么趋向 我们要学佛 我们要行菩萨道 我们要发菩提心 我们还有很多要修行的事情 所以要专心办到 所以不放逸 也就是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证悟是什么 我们是要修行 所以当一个学佛的人 那我们在这个世俗 还有世俗的这些的事物 难免跟人相处都有一些这种问题 那不管他是利害的关系 或是我们的意见的不同 那这些我们也要把它排解 我们要问自己说 那我真正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是要学佛 所以我们在世间的这些的事情 我们都要把它排遣开来 所遇到的这一些不愉快 那么这一些的这一些 种种的乃至我们说的忍辱 就是受到人家的虎路 那这些我们也要很快把它排遣开 也许我们初初开始 很难受很久 那我们慢慢的了解佛法 我们心投入在政务里面 法务里面 修行里面 那我们也没有心去管这一些 我们受到别人的这一些的这种 侮辱的情绪 那就要赶快把它排遣开 所以慢慢的呢 我们自己本身要化解的时间越来越短 也许是一下子受不了 那也许慢慢的我们当下就觉得好像没事了 所以在要心不放异的时候呢 也就是我们可以告诉自己说 哎呀我要修行啊我要学佛 我的心都很难抓住了 所以现在碰到什么境界 我没有时间生气 所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劝慰自己 那第八呢要舍于饥渴苦乐等事 那这样子的一个考量呢 应该是要让我们对于世间的 这一些的享乐啊 或者是物质性的这一些的执着呢 要去除 所以说舍就是放下 对于饥渴苦乐等事 就是我们想喝的啦 我们想吃的啦 或是穿的啦 衣食住行啦 或是享乐的这些的事情呢 能够越来越平淡 减损 那当然我们好像对于世间啊 这种追求的心 贪求的心少的时候啊 我们的心也趋于安定啊 所以比较没有这种得失心的话啊 那对于别人的这一些的这种伤害呢 我们也比较不会计较 所以这个是从事实上面的考量 所以这一项呢 跟说二来不报啦 也都是就是正面对境 这样的一种开解 那所以第八 舍于饥渴苦乐等事 其实培养我们对一般的事情 也都能够减低贪求的心 那第九 要断除称慧 那这个是从根本的考量 也就是说忍辱 根本就是从根拔起 我们说贪 称 吃的最根本的一个作用 忍辱就是我们什么都忍 就是让我们的心 不要起一点的这种称恨心 所以这个时候是因为我们的心 越来越趋于安定了 所以也能够观察 哦 我的心有这样的动态了 那这样的时候呢 就是完全去除称慧 所以说断除称慧 所以在十四能够成就忍辱的这个里面 这个断除称慧呢 就是第九 就是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前面 这样一直能够配套的观察自己 从根本 从事项 还有从各种的这些的这种境界 那来调配自己的时候 那我们真的 这个三读里面的这个称慧都没有了 所以第十呢就能够修习智慧 就是开智慧了 那我们要知道 因为在佛法讲的智慧啊 也就是在这些四项里面 能够看到真正的因缘 为什么我们这样修 我们这样修成就的是什么 所以这样子才是真正的智慧 是从我们的行为实践去成就正道 因为现在我们所学习的 修忍路的这些的方法 或许我们还没有了解到说 那我要不执着有我或我所的这些的执着 那我要观无常 那也许我们还没有这样的智慧啊 可是我真的落实去做的时候 我也如释的学习 那慢慢慢慢我们真的有这个能力了 那这个能力呢 也就是智慧 那我也观察到诸法 真的是无我啊 那诸行是无常的啊 这确实是我们能够观察到 我的心念其实畅那畅那都在变的 那我们就是安住在这个中间 那这个就是忍啊 那在忍当中要观察 所有的这些的现象 那又是智慧啊 那又是智慧啊 所以从忍路里面 因为我们接着六度波罗蜜里面要谈的 就是还有精进还有禅定跟智慧 那精进是通六度啊 那禅定跟智慧 就是让我们的心要趋于安定中 也要观察一切事物的真相 所以如果没有忍路的时候 我们永远都在事物里面对境 所以我们的心都是不平的 所以也没办法安定跟开智慧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了解到忍路的重要性 而且用这十种的因缘 让我们更落实来修忍路 我们了解了忍路的重要 还有要忍路的方法 我们接着呢 在法菩提心经论禅提波罗蜜 也是忍路波罗蜜的最后的地方啊 他是把忍路能够从生忍 口忍还有义忍 忍到我们的心 然后呢 还要能够真正趋入诸法空性的 这样子的误路啊 所以就好像是修禅定而开智慧一样啊 所以十个因缘能够成就忍路的最后一项 就是修习智慧的落实呢 也就是我们的心都平定了啦 那因为对外境的这一些的一种 五路的行为呢 我们的心都能够保持定的话 那我们就要能够深入 能够真正达到必尽忍 所以下面呢 就是从菩提心 发菩提心经论 修忍路波罗蜜里面啊 那告诉我们说 修忍路不是只有四项的人啊 我们还要成就的这种 究竟的智慧 所以这样的人呢 才是毕竟人 然后也才能够真的以修忍路 而得到波罗蜜 成就波罗蜜 这样子的忍路波罗蜜 那这样的时候的六度才能够圆满 所以在经论里面就说 若人能成如是时事 当之世人能修于人 就是说我们真的能够实事 那就表示修忍路 我们还要跟整个佛法来配合 因为它的考量是要 能够正到智慧嘛 所以要真正能够修到 忍路的就是心要能够化解 然后趋于诸法的空性啊 然后能够开智慧这样 所以才是真的修忍 那菩萨摩护萨修于清静 是无二相 是明清静必静人也 那这个部分呢 也就是要告诉我们说 好 那我们真的用这个 十四因缘啊 就是十种修行的方法来成就 真正修忍路啊 那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发菩提心啊 所以这六度菩萨蜜里面的忍路菩萨蜜 也是要成就菩萨蜜行的 所以我们还要达到真正的忍路菩萨蜜的时候呢 我们在修忍路也要不执着 我们有在修忍路 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名项叫做 清静必静忍 清静就是我们的心有在修 可是没有执着我在修了 就是说连我有在修的这样的一种念头执着都没有 叫清静 然后毕竟也就是我们真正能够这样做到了 那才是毕竟就是就近圆满的修忍 是这样 所以这个地方就把 如果能够达到清静毕竟忍 要告诉我们这个里面的 它的境界是怎么样啊 它就是说 我们要能够入于修忍路 要入于看到诸法是空性 所以说入于空 还要怎么样 入于无相 这个无相就是执着 我有在修忍路这样的一个行为 是有相貌的 我在修忍路是因为别人骂我不回 那如果我一直执着我有这样的一个相貌 我修得很好 我忍得很好 那这样就是有相 那我们要修忍路入空 还要无相 还有无愿 这边的愿是说 我有要修忍路的这种好像贪念 因为如果我们修忍路只是把它当作说 因为我修忍路要正到什么国位 那这样的时候在学佛的层次上面 因为是以佛的最圆满的境界来做究竟圆满 所以我们好不容易从这个凡夫习性 爱发脾气慢慢的扫发了 然后又能够忍路人家的路骂 那是不容易的 可是在这里又要说 我们连那种要修忍路 要去成就什么的那样子的一种贪念都没有 所以叫做无愿 这个愿是说 我们在初学习的时候 我们因为要砥砺自己 所以我们要激起这种学佛的动机 学佛的这种愿力 所以我们要发那个愿是没错的 可是它是在层次上面 因为这里要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这个过程不容易的这样修修修 其实到最后的时候 我们还要把我们有修放下执着 放下我们有修的这个念头 然后要放下我们 以有修的这样子变成是有违法去要得到什么 所以这个时候呢 是因为我们的境界提升了 而不是说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那就不要做或是不要想或是不要有愿力 不是这样 是在我们跟我们自己的习性 这一些的凡夫的见解挣扎的时候 我们是要做分别 如果我们在凡夫的境界里面 我们就是受苦烦恼 执着无法解脱 生死轮回 那如果我们能够修 那我们才能够解脱自在 能够自立立他 然后就是决心圆满 所以用这样子是在我们过程里面一定要这样子 可是到了我们真的都做到了 那我们就不需要 就好像说我们从小学读书 我们就要勉励自己 我们也要补习这样子 那这个都是因为世间的需要 我们需要做这样的准备 可是如果一个人他已经读了很多书 或者是他自己好像也开了智慧 他对很多的事情都能够了解的时候 那这一些的这种这一些操作的行为 好像也都不要了 所以这是层次不一样 所以说能够入空无相无愿 还有无坐 这个坐也就等于是说 那我们在修忍入的时候 是真的有那种忍的那种状态 可是到我们真正入空 能够了解诸法的真相的时候 好像人家对我们的这些侮辱 我自然心就没有反应了 所以还是无坐 那我们没有什么操作 我要来做一个忍辱行件 那自然就在忍辱之中了 所以这个是要提升的境界了 那不与见觉愿做和和 那这边呢 就是跟我们说的 修忍入要达到清静必静 忍的时候呢 是要入空无相无愿无坐 那相反的呢 也就是说我们见 我们有知见 就是说我有在修忍入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我有这样的认识 我们觉得这样子 所以说没有这样的知见 也没有我们的这种觉得认知 我有这样子在做的这个觉 就是觉就是我们随时都会想说 我有在做忍入啊 我有在做忍入这样 那愿就是我们有这种要追求 成就忍入的这样的意愿 那或者是我们有在修忍入行 那这些呢 是其实是指的是说 我们在过程里面 是要有这一些的训练 可是现在因为我们要达到清静 必静忍的时候啊 那我们已经做到了 那就不要再存这一些的执着了 所以说我们过去遇到了什么样的境界 我当时好忍啊 我真的是忍得真的是很难过啊 那如果我们真的已经忍过的时候 我们心里就不要挂爱了 要把它放下了 不要一直讲说 我当时怎么修的呢 如果有的话我们是当做一个例子 像说释迦牟尼佛 那过去当忍入先人的时候 那这个国王在割他的肉 他都不起称恨心 他那个时候不是在一个炫耀 而是当做一个教化的一个例子 所以我们在自己能够修到忍入的时候 那我们也要把它放下 所以这个时候是在强调说 我们的心没有执着 说我们已经修过的这一些的内容啊 我们的观念啊 我们的认识啊 我们的行为啊 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部分的基本的条件应该是 我们已经修到了 然后修到了 我们心也没事了 那这样子呢 在进一步的时候 不以着空 无相无怨无作 也就是说 那在进一步的 也要达到不以着就是不执着啦 就是说 也没有执着说 那我又更高一层说 我已经修这个忍入到不执着了 也无相 也没有这样的 以自己有修忍入的这样的希求 要证到什么果 或者是我们自己也无作 就是我好像也没什么 对这个修忍入行 好像不需要再很勉强自己去修什么 那这样的时候又变成是 我们又执着我们有修正到这样的层次 这等于是说 我们在每一个层次里面都要一直破我执啦 每一个层次我们修到什么 都要把它放下 所以这样呢是 能够达到诸见 觉愿做皆空 就是说这样就是毕竟 我们对于自己任何的修忍入的层次的这种见解啊 所做的忍入的不同的层次的这种行为啊 意愿啊都没有执着 那这样如是忍者是无二相 也就是说没有差别相啊 就是说我有能修或者是所修 就是我能够修到的是我 我是能修忍入的 那我修的忍入行就是我所修的 是所忍的 就没有这样的对待啊 就是永远都没有起这样的差别的这种心念 这样的话呢是明清静必静人 所以从修忍入好不容易啊 然后到这里呢 就是发菩提心经论里面又要告诉我们 其实我们修到那样的境界的时候啊 我们要提醒自己说啊 都一点都不能够执着 还有一个清静必静人 就是要忍到哇 什么心都没有执着 那下面又说落入境界 落入即灭不与节生死何 不宜静节即灭 诸节生死皆空 如是忍者是无二相 是明清静必静人也 所以这个地方又有一个必静清静人 这个地方呢也就是说 那我们前面能够修到忍入 然后都不执着我们有在修啊 都没有这一些的这种执着相的时候啊 那我们又在从忍入又进入 真正能够极静极灭 而且把我们的这一些的烦恼都去除了 所以这叫做静结 就是静除我们的这一些结 就是烦恼的意思啊 因为我们一有烦恼 贪生之烦恼 我们的心就好像纠结在一起 所以呢 静这一些烦恼 那我们心能够去安定即静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心啊 事实上也不与这个生死结合 因为我们的生死 其实也就是我们自己的烦恼 在反复的流转 那这些烦恼就是我们的心 没办法理清我们的这些的观念 所以我们随时心都有各种的念头 有各种的情绪啊 那那个就是烦恼 那个就是生死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从忍辱 而修到必尽的亲近人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连这一些烦恼 生死也都禁除了 所以都空了 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 叫做亲近必尽人 所以从忍辱 就可以断烦恼 就可以入极灭 就可以能够解脱生死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 亲近必尽人 那下面又说 若性不自身 不从他生 不合合生 亦无有出 不可破坏 不可坏者是不可敬 如是忍者是无恶相 是名亲近必尽人也 所以从忍辱 再近一步呢 就有三个亲近必尽人 那第三个的亲近必尽人呢 也就是要看到我们的心 从忍辱好像是对外境 可是现在越讲越深的时候 就讲到我们的心法了 所以他的这种忍 忍到说我们的心念 都不会因为外境 对我们的刺激 而有什么念头出生 所以说我们的这种忍辱呢 不是从他生 也就是说不是从外在的境界而生的 那也不是合合生 也不是说我们有境界来 然后呢跟我们的心来一起生起的 也不是这样 那一无有出 也就是说也不是我们自己心生起的 所以他这个部分呢 也就是要来破除我们以为说 那我们修了忍辱 是有一个忍辱的一个东西在那里 所以他要究竟破除 所以说我们如果这个忍辱呢 他本来就是应该有的 他本来就是我们的自信本身 他具足的能力的话 那他都不是外生的 只是因为我们没有忍的话呢 我们就制造种种的这一些的烦恼而已 所以从根本这样来了解的话 那我们的这种忍辱的自信 他根本是不会被破坏的 所以他是也不会被禁除的 也就是说这个忍辱他是 本来就是我们自信本来就有的这种能力 只是因为我们自己没看到 然后我们对外境不能忍的时候 我们就破坏了他 可是如果我们看到的话 他是永远不会被破坏的 所以这样子的根本的人 他就是无二相 就是我们根本的 所以说我们去发菩提心 我们要成就菩提心 要去落实修行六度波罗蜜 实际上最终究的也就是要了解 佛告诉我们说一切众生都有福性 就是这个觉性 所以我们本来有我们才能够成就 如果我们本来没有没有这样的本能 没有这种本质 我们怎么修也不会有 所以从这样子的一个了解 这个是第三个层次的清静必尽人也 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说 我们要无做非做无所执着 无分别无庄严 无修至无发尽 中不照生 如是忍者是无生人 所以这样子的一种忍 就是忍到我们自己本性所具有的 所以等于是说 我们的心本来就是具足的 只要我们对外境的这种刺激 我们还是能够保有 我们本来有的这种忍入的状态的时候 那是跟诸法的本性是一体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达到无生忍 所以我们现在了解到 我们常常说 这个无生法忍 基本上也就是 从我们外在的人路 然后回归到我们的心 他本具足的这样的清静必尽人 就是我们的本来的 有的这种忍入的本性 所以这样子呢 我们就回归到我们自己本身 所具有的这种最大的潜能 所以这个就是忍 所以如是菩萨修行是忍 得受寄忍 也就是得到诸佛真正肯定说 哇我们已经修到忍入了 根本的忍入了 就是知道说忍入就是我们的本性的 那就好像是大地 是承受各种的这种踩践踏 各种的这一些的挖掘 那这个大地还是忍 所以这个忍是我们能够承受的一个能力 所以最后的结论说菩萨摩沃沙 修行忍入 性向皆空 也就是说我们也没有执着我们有忍入 那也没有执着我们外貌的修忍入的这些行为 那无众生故 事则具足残体波罗蜜 也是我们也没有就是去执着说 当我们成就了忍入波罗蜜 那能够教导众生 那我们以为有众生可度 那这样的这种心也没有 那就具足残体波罗蜜 就是具足真正的忍入波罗蜜 所以从最初的这个生忍 口忍 义忍 然后还要能够了解这个义理的分析 劝慰自己 然后能够成就实事来修忍入 最终还要了解有亲近必近忍的三个层次 那这个时候就达到无生忍 然后能够自立利他 都没有执着 那这样的时候就是叫做 我们修到六度波罗蜜的忍入波罗蜜 所以这个是我们很高的一个学习 究竟的境界 就是忍的最高境界了 不过我们也落实到我们的层次 那应该是我们还是有两个观念 三个步骤 就是两个观念先看 我们受到的人家的侮辱 是我们错还是没有错 有错就要能够很谦虚的忏悔接受 然后再观察如果我们没有错 那就三个步骤 就是我们过去的因缘果报 所以我们受人家的五路 要这样来承受 那再来我们观察我们自己的四大 假和五蕴也是流转的 所以没有一个我 所以这样来修忍入 那第三呢 我们在进一步起一个灵敏对方的心 那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要修忍入 应该有一个可行的依据的方法 就是两个观念三个步骤 那我们整个的这个忍入波罗蜜的单元呢 我们就到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学习 那我们把我们学习的功德来做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侍从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旗舰49日药师法会 日期5月2日到6月29日 时间每日下午2点开始 恭请战性法师主法 联络电话 06271-6616 06271-6616 或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 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训习 同山法义共募佛恩 避免信众于密闭空间 无法保持社交距离 一律采直播方式 共募佛恩 欢迎加入分会 可登记病苦者 每日访会后 皆会回向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 书法班招生 方朝中老师教授 日期7月13日星期三 开始 每周三下午3点到5点 招收对象 请提早报名 报名电话 06271-6616 06271-6616 地点 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训习 同沾法医 共募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量体温 接下来呢 不久之后 九五姐一行人 再次启程 前往尼堂 所以九五姐 人生的最后的时光 基本上都在尼堂度过的 那个时候 很多人听说 九五姐住在尼堂 都不远万里 慕名而来 其中 不法很多名师大德 当然 九五姐的弟子 大人物 哭堆也来了 而且呢 还有很多在家人 秘咒士等等 总之呢 形形色色的人呢 都敢来 此地 于是 九五姐呢 就按照每个人 不同的需求 给予不同的 教授 但是呢 总的来说呢 对 僧俗二重 讲说最多的 还是 归一法 归一界的利益 还有相关的学处等等 所以呢 这么一来呢 大家在私底下 又把九五姐的名字 改成了 归一诗 这段时间呢 藏地很多的名师 都来到了这个聂堂 他们纷纷 请求九五姐 广说 般若八千诵 那九五姐呢 就问大家 你们想让我 让我知道的这个内容范围来讲呢 还是以经典的内容范围来讲呢 众人达到啊 就按照这个经典的内容范围来讲吧 于是呢 九五姐就只是按照内容的范围 非常简要的 大概的讲了讲而已 很多的名师就听了之后呢 就十分的不满意 有的甚至就离开了聂堂 人们都说 这也讲的太简粒 太简短了 当时呢 据说在场的纳索医师 有点像是开玩笑似的 对库敦说道 九五姐呢 教授口诀方面的确厉害 但若是讲经论道 还是比不上您呢 库敦一听呢 马上说道 说的极是讲经论道 还是老子我略胜一筹 不管怎么说呢 大家好像对这个九五姐有点失望 转敦吧 这个时候呢 也觉得有点过意不去 心有不甘 所以呢 就再次请求九五姐 请按照您知道的内容范围 再讲一次吧 九五姐就答应了 于是呢 这一次呢 九五姐讲得非常的仔细 想尽 想尽 众人一听呢 毛色顿开 交口称语 都说九五姐果然名不虚传 后来呢 有人把这次波日讲说呢 做了笔记 所以呢 这个讲说的传承 就保留了下来 叫做康派般若 那么大概就在九五姐七十岁左右 也就是晚年的时候 他基本上已经不太会去讲法了 只是偶尔说一些道歌 这些道歌呢 后来也有翻译成了藏文 那么闲暇的时光里啊 九五姐会在他住所周围走一走 转一转 看着花花草草 山山水水什么的 他尤其十分的赞叹西藏的水 那这么的这个清澈透明 他说在西藏累积福德 只需要供水就足够 印度气候炎热 没有藏地这样清凉的泉水 所以呢 九五姐基本上每天都会供水 其实呢 我们现在的这个供水供碑的这个传统啊 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嘎南派的 九五姐就这样每天散步的时候 有一天就想起 隆敦登巴说过的话 写藏的花连冬天都会开 于是呢 他就问隆敦巴 你说冬天开的花到底在哪里呢 隆敦巴就给他看了一种叫做刺利的食物 这种这个刺利啊 其实应该算是果实 不太算算做花 长得有点像是带刺的黄性 反正呢 这个隆敦登巴就给他看了这个刺利 九五姐一见 就说 好吧好吧 只能勉强算 你没有骗人罢了 不过呢 在藏地啊 的确有一些特别漂亮的花 是上好的供品 虽然你把不是花的东西呢 就是当场的花 看来你们很喜欢花嘛 那么我会加持这里 将来能够长出很多的花 所以呢 从此以后呢 直到现在 脸汤长出了很多以前没有的各种各样的鲜花 九五姐呢 不仅这个喜欢花草啊 而且呢 也特别喜欢小动物 每天在溜弯的时候 他都会跟不同的小动物聊天 比如说他对着小鸟啊 就问人家 请问小鸟你今天好不好啊 等等之类的这种各种对话 而且他尤其是喜欢小狗 经常呢 就把这些小狗呢 抱在怀里 一边抚摸 一边说 小狗大人啊 今天好不好啊 啊 这辈子投胎成了这样啊 都会以前做的不好 所以要记住哦 啊 然后呢 库敦呢 旁边看到 就说 上师啊 你一点都不知道怎么做个大人物 就我一听了 立马说道啊 我才不要做什么藏地的大人物 就会损坏我的慈悲心的 那之后呢 就非常让人难过的事情 就是不久之后 阿迪西亚就 就是 卧病在床了 那个时候呢 就是很多人 为他修法起伏 而他本人呢 只要见到一次本尊 身体 状况就会稍微好起来 但是这样反反复复啊 很多次之后呢 就我觉得这个身体呢 终于还是一日不如一日啊 所以呢 后来这段时间呢 他说的很多的法呢 感觉就像临终一言一样